我们所面对的市局呢 好不容易走完了新冠的三年 在2023年有一丁点的喘息 到了2024从开年开局以来 各个地方都产生了非常非常不安定的 各种各种的冲突 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萨克斯他讲过非常非常多次 他主要是说关于中东的问题 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的这个立场呢 必须要有一种重要的战略考量 否则的话中东的情况一定会有外衣效果 那中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而且他外衣效果正在发生 你看到了无论是在伊朗 在伊拉克在燕门 都有各种各种不同的战争形态正在发生 同一时间如果北约开始做大规模的军演 北约当然是美国在展现实力 因为北约的主要的军队 以及他主要的军事武器的支持呢 其实都是来自于美国 所以美英两个国家是北约中间最后最强大的推手 而美国可以借着北约的众盟国呢 把他的军事实力呢 扩大大概将近两三倍在欧洲的军事实力 所以当北约被全部动员起来的时候 他不只是看乌克兰在俄国的边界 而是整个北约所有接壤的国家都会在俄国的边界 所以欧洲的战事会越来越严重 我想同时给大家看一个图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中东的这个战事 这个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些叫做choke point 就是咽喉区在海洋跟海商贸易中间最重要的 看这图现在主要是要看这个 我们已经发生了从苏伊士运河到叶门 到这个由伊朗控制的这个安曼湾这里出去的 这三点已经开始产生了各种的战争的可能 如果在我们附近的东北亚再发生问题的话 那么新加坡很快就会被拉入战局 因为这个遏着马六甲海峡咽喉的 连接了亚洲从东北亚一直到欧洲的这条航线中间 前三点都已经产生了重大的战争 那么战事 那同时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两边现在在印度洋成兵布阵 一边有英国的Diago Garcia 另外一边马尔蒂夫也最近在访问中国以后 要求印度对他们重新表态 请India out 让印度退出 所以在印度洋这边会有两个 如果说有些是大的咽喉点的话 会有两个岛 它是一个小的咽喉点 所以我们难道不是回到了 几个世纪以前的这个海权大国 在彼此竞争的那个态势吗 那如果今天没有很高度的智慧的话 人类似乎没有办法避免战争的毁灭 所以刚才嘉元特别讲的 包含了萨克斯的呼吁 包含了外长王毅 大陆外长王毅在非洲的那些各种的努力 都是在一定的情况之下 希望能够用大量的集体的 甚至多边主义的方式去阻止战争的发生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之所以有联合国人们的梦想 希望我们能够阻止下一次大战的发生 而现在正是这个梦想 最后的一个最关键的实验点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战争的努力 甚至灰色领域已经开始 不断的发生冲突的此时此刻 人类到底能不能够避免战争 恐怕这是最后最关键的一段时候 对啊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我想要问一下倩姐 说现在这个战争很多 我们看下一张是怎么样 现在有一些因为航运的问题 因为倩姐提到航运的问题 那最近可以看到美国又不断的施压 对夜门这个胡塞组织 不断发动了五次攻击 拜登说我们还要继续 但是就被说我好像也没有达到任何的效果 因为根据船舶公司他统计 从中东输往欧洲原油 去年12月降到每天57万桶 比去年10月107万降了少很多 那石油因为中中战争会连连飙涨 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 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之后 击败了叙利亚埃及联军 导致OPEC就用石油禁运作为报复 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年 伊朗两一的战争 影响了石油的产出 第三次石油危机1990的时候的海湾战争 伊拉克被美国率领联军击败 石油价格又再度上涨 这次又看到了 所以刚才嘉媛特别把我们现在碰到的市局 尤其是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跟我们其他的人 就是不管你在不在那个地区 你有没有直接介入军事冲突 其他的人的生计做了一个连结 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的话 1973年的那一次的能源危机 在台湾来讲 我们在那个时候经济也受到重创 而且在那个时候也正好是推出联合国 所以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那个时候 1973年的那个石油危机呢 是因为西方一面倒的支持了Yamkipor 就是赎罪日战争的以色列 所以OPEC是主动的去禁运 所以有长达将近一年了 有六七个月的禁运 这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一种经济上的报复行动 而这一次的禁运之后 当然我们知道石油的价格 一下子就从三美元一桶 一下到了十二美元一桶 今天如果看到的都是一百元 美元一桶的时候 讲到那个真是美好的黄金年代 在那个之后呢 美国跟沙特立刻就达成了 武器换石油的这个约定 也就是说美国攻击沙特武器 使得它不会被以色列攻击 而沙特呢相对的卖给美国的石油 同时承诺所得的超额的利益呢 会去买美债 所以就会有了后来 所有的石油都在这一个交易上面 就是虽然美国要付给沙特钱去买石油 可是这些超额的利益呢 会反过来买美债去支持美元 在美元金本位脱钩之后呢 成为美元仍旧能够成为 大家相信的交易货币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称为石油美元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会发现说战争在前面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影响到后面的经济结构 甚至呢战争一边在打的时候 后面的经济结构 以及大国的这些布局 已经立刻就发生了 另外一次当然是79年 刚刚特别讲了伊朗 因为有它自己的内部的革命 然后两伊发生战争以后呢 那个战争是直接的对于 它的整个产业呢 它是直接减产 所以它产生了供需的问题 它不是像第一次是 为了对西方国家报复产生的禁运 第二次是因为战争的减产 那这个减产立刻事实上 对于美国是有非常庞大的外溢效应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 美国在1980年代的时候的 经济上面的危机 包含了它当时的失业率高达9% 通货膨胀极高 大家记得是要用高达20%的联邦利率 把通膨在一年多之内把它压下来 所以前面的战争 马上就会影响到全球 而我们现在虽然只是 起步的发任期 就是苏伊士运河 鸿海 然后燕门这边的控制 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 在全球能源这个部分的影响 而这个全球能源部分的影响 在新冠之后 全球的供应链跟所有的logistic 就是这些物流产业 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此时此刻 再加上了能源的影响的话 对于世界的经济 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因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